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美国收盘节目 我是贝赛宁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4年3月18号星期二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大盘的距离情况 美国股市周二延续了昨天的反弹走势 开盘后继续一路高升 5号三大股指保持高位震荡 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今天看到了一系列 好于市场预计的经济数据 而克里米亚半岛的政治局势 仍然是导致市场出现波动的潜在因素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克里米亚 亲俄领导人今天正式签订条约 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波托尔 也就是俄黑海舰队驻地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但普京表示无意图进一步分裂乌克兰 而美国方面则表示不承认此协议合法性 交易量上纽交所周四交易量换手为3.49亿 纳萨克周四交易量换手为15.85亿 接着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曾有过122点的最大涨幅 在蓝筹股30个成分股中 微软公司今天领涨 标普500指数今天也涨势明显 在标普10个主要行业组备当中 今天公用事业板块的表现疲软 纳指今天也跟随大盘走高 医疗和科技板块今天表现突出 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天上涨88.97点 报收16336.19点 涨幅0.55% 标普500指数今天上涨13.42点 报收1872.25点 涨幅0.72% 纳萨克中和指数今天上涨53.36点 报收4333.31点 涨幅1.25% 排面上能源 医疗保健和科技板块表现强势 而走入的板块则包括消费品 金融原材料和公用事业板块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报告称 2月份美国新屋开建率略有下降 而住房营建商所提交的 营建许可数量则有所增加 报告显示 美国2月新屋开建90.7万栋 2月营建许可101.8万栋 创下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此外 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报告称 2月份经季节调整后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CPI指数 环比增长的0.1% 主要是由于粮食和住房价格上涨 报告显示 2月份美国粮食价格环比上涨0.4% 创下至2001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涨幅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值得关注的个股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和性社交平台 Chatter Chatter Communications交易代码CHICF 近日Chatter Chatter宣布在美申请专利 这将是公司正式推向市场的关键一步 考虑到目前金融市场并未注意到该股 投资者仍然有机会选择提前低价建仓 Chatter Chatter专利申请后 预计会在三个月内推出平台 按照行业水平每用户40美元计算 公司实现1000万用户目标后 将成为价值4亿市值的公司 这也是目前其市值的10倍 近日Chatter Chatter股价走势强劲 双底形态突破后 借助较大的成交量创下新高 Chatter Chatter今天收盘时 报收1.48美元一股 成交量106,624 下面我们来关注下 诺华家具交易代码NVFY 早先诺华家具通过成功转板 让投资者受益颇丰 经历短暂修整后 该股有望再次启动 日前诺华家具总裁 在那斯达克接受采访 讨论2013残年前9个月业绩 以及公司继续寻求 强劲发展的最新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 诺华家具在北美业务 增收1,131万美元 中国增收683万美元 合计占公司总增长78.5% 预计2015年家具行业价值 将达到4,360亿美元 今天诺华家具收盘时 报收7.82美元一股 全交量166,597 最后微软交易代码 MSFT 执行长纳德拉 可能在3月27日 发布iPad版本的 Office办公软件包 本资活动将是上任后 纳德拉第一次重大公开亮相 显然纳德拉计划利用 它首资高调路面的机会 发布该产品 这个软件包将是 微软利润率最高的产品 微软股价周二交易中 上涨3.94% 报39.55美元一股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 美国收盘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